所以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个示范 他老人家证得出地菩萨 别叫我 出地就跟原教出租一样 在我们中国人想 大车大物 明信见信 那么在中国最具代表的 慧能大使 龙树菩萨正得的是这么一个境界 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龙树菩萨用了多少时间 全部学完了呢 三个月 今天讲大长级三个月就学完了 他怎么学得那么快呢 你看看六周谈经你就明白了 你看六周谈经记载的一个故事 在我们封面叫公案 在我们封面叫公案 例子 发达产生 就学化化金 他去见六周 离拜的时候 头没着地 六周看到了 拜三拜 头都不着地 起来了问他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现在人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这礼拜头不着地 他说 他念过三千部发化金 发化金很长 三千部至少是三千天 换一句话说 十年 十年 你也也不及 值得骄傲 六周考考他 画化金讲些什么 说不出来 他回过头来向六周请教 六周说这个经 他不认识字 他没念过 也没有听过 他说你既然念得这么熟 你念给我听 发化金 二十八品 他念的第二品 方便品 念的第二品 六周说 行了 不必念了 全知道了 讲给他听 他开悟了 再礼拜的时候 偷照地 你就晓得 开悟的人 是不是要全部都不需要 看一卷 看一段 就晓得 你这全部讲的是 全通了 所以三个月 一步大三进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禅宗里面讲 悟后起修 为什么这个宗门跟教下不一样 教下也开始 休息尽教 宗门是决定 没有开悟 不许你干净 也不许你听这些东西 让你 就是让你放下 放下分别 放下 止住 悟的时候 就是清净 平等 觉 觉就是觉悟 那个觉悟 必须是 把烦恼吸气 烦恼 这个这个 无事无名烦恼 断掉 无事无名烦恼 就是起心动力 六根 皆出 六成经界 不起心 不动力 其心动力 上前没有 那当然 没有分别之处 就到这个经济 觉性 自信觉 这一现起 六根 接触经界 一接触就通跑 就命流 舍得快 无足不认识字 没听过经 要说到听经 那就是半夜三根的时候 这是无足人 和尚 在方丈时 给他讲经 干经 那当然讲大义 讲到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就进行 把他的经界 说出来 说了五句 和其自信 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你看 无足人 行了 我都不要说了 一波给他 打发他 赶快走 为什么走呢 嫉妒障碍 别人不服 别人天天 在讲堂听经 天天在禅堂里面坐禅 都没有得到一波 这来的一个人 好了 禅堂一天没去过 讲堂一天也没去过 无足只是打发 在对方里面充笔破柴 干这个 干了八个月 结果一波被他拉去了 所以 没有一个人服气 到第二天到处去找我 去追 什么都追回来 佛菩萨保佑 他在猎人队里面 藏了十五年 十五年 大家把这个事情平淡了 这就出来 逃难的路上 在曹河村 遇到这个 无尽障碧丘 他是受持 大涅槃精 大涅槃精分量多 两个版本 一个四十军 一个三十六军 慧能达斯那个时候 二十四岁 刚刚出来 就这个逃出来的时候 还没到猎人队 曹河村遇到这个 比丘尼 听他那点满心 听完之后 他就讲给他心 叫他比丘尼 佩服得无提投提 讲得太好了 讲得他开悟 他也是一心受持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他得到三万 这一讲的时候 他也开悟了 拿到经 向六座请教 六座说我不认识字 你不认识字 你怎么能讲 这个与 与这个文字不相干 我们不能不懂 真不相干 所以古人这个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这里有大道理在 中国不但是学佛 如实 学道学儒 也如实 古时候 这个思书 就叫学生 重要的 是启发他的悟性 把这个摆在第一 其他的都是二三 悟性摆在第一 不能把他悟性 而吐死了 现在人不懂了